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心的来如此 带你先消息面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我是万象的 今天台湾股市下跌 为什么下跌 因为上个礼拜五蓬勃丢一则消息出来 这个其他人很少在讲 我讲给大家听 因为蓬勃上个礼拜五 有一则新闻丢出来 讲说中国要拒买回答 要拒买回答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们等一下节目会来讲 然后今天长荣还有海运股 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就告诉大家不要去追高 特别都有讲过 我都有讲过 他今天是不是压回幅度比较多一点 所以大家特别来注意 我们等下都会来看好不好 如果还没有订阅频道的朋友 记得广海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的频道叫做K线原来如此 叫做K线原来如此 我们的频道是希望带大家 大家一步一步来看这个K线的走势 让你能够学习 让你能够学习到底怎么来看 那我一直跟大家讲 如果你是看均线 这些东西 还有其他一些指标 都是利用K线来量化过后 变成了曲线 那所以K线的数值才是最原始的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细节 好不好 那各位朋友 欢迎你持续来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会持续带你做一个学习 那我们都会讲解K线这个 相关里面的细节 记得一定要开启小铃铛 我们来看这个新闻 蓬勃的新闻 上个礼拜的时候讲的 9月28号 这个其实礼拜五就有传这个消息出来 礼拜五晚上 讲说北京施压中气 不要买灰达这个AI的晶片 不要买灰达晶片 这有可能吗 各位朋友你仔细想一想 不要买灰达晶片 那你怎么不干脆讲不要买台积电好了 这也是很离谱的一件事情吗 为什么讲很离谱 等一下我们继续讲下去你就知道了 蓬勃报导 大家看新闻 蓬勃报导 北京政府正在加大压力 要求中国企业不要买灰达的这个人工智慧晶片 然后中国自律要扩大半导体产业 应对美国制裁的一部分 这是他的相应的措施 那下面讲到呢 中国监管机构一直在告诉这个 他们中国企业 不要买这个灰达的H20晶片 然后下面还讲说这个要要求哪些 韩武技科技公司 华为技术有些公司 要求他们自己要来制造这个人工智慧晶片 我告诉大家 这新闻非常非常的离谱 下面最后一条大家看一下 挥达拒绝评论蓬勃的这个 他的这个新闻 中国商务部 资讯部 资讯科技部 国家网络资讯办公室 全部都不理这个蓬勃他们的这则新闻 所以蓬勃这个新闻只是什么 只是一个传言 各位朋友 只是一个传言 其他所有的这些相关报导 相关这些企业 跟中国的这些管理机构 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们 没有一个证实的 所以那在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新闻是一个传言 所以上个礼拜五因为这则新闻 灰达大跌 台积电大跌 但是呢 每股市都在涨 就是灰达跟台积电在跌 道雄指数创新高 S&P500创新高 纳斯达克继续往上涨 对不对 只有这个 废半往下跌 因为台积电跌 因为灰达跌 所以啊 我跟大家讲这个新闻很离谱 那连带影响到什么 连带影响到今天台湾股市 这个台积电ADR上个礼拜五 美国股市晚上的时候 跌百分之四点几 盘后继续下跌 跌百分之1.7 那加起来跌一跌幅度很大 台湾股市今天跟着继续往下压 所以很多台湾股市今天往下压就造成什么 台湾股市包括台积电的部分 收盘最后一盘尾盘大底 大麦对不对 造成这个指数往下压 台湾股市今天跌了将近有 盘指数大概有可能有三百多点 好不好 我们来看K线图 好 看K线图之前先来看口诀 口诀一样先看这个口诀叫什么 我们原K线口诀 第一个叫周线看大事 日线看幅度 小时早晨压 课分清楚点 请你记住 尤其第一个你一定要学会 看我们的节目 第一个你一定能够学会 看我们每天的节目就好 周线看大事 比你看什么季线 军线 五日军线 月线更有用 请你看周线看大事 一清二楚 到底周线K线上面有很多 包括上引线 下引线各种组成 组合 你会发现非常有趣 而且比这个军线来的有用多了 军线连新闻记者都会看 你说有没有用 我告诉你没有用的东西 我们来看台积电周线 周线这个上个礼拜 我们有跟他讲过叫什么 叫再涨市 对不对 这个礼拜礼拜一今天跳空往下有压回 上个礼拜的这个低点破了 但现在呢 会不会回到什么 会不会继续往下跌 然后跌回去又变回重新做盘整 有可能 这是有可能的我必须老实跟你讲 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今天只有礼拜一而已 这个礼拜我跟大家讲过非常多数据 今天晚上明天的早上 巴尔要来演讲 又要来讲话了 会不会带动整个水平股市波动 然后也在影响台股 有可能 那明天晚上有的 ISM的制造业PMI 一样 非常的重要 上一次大跌就是因为这个制造业PMI 大跌1000点 9月份的时候 这一次会不会又影响台股再继续跌 我认为机率开始比较小了 因为已经开始降息了 尤其今天晚上巴尔要讲话 到底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到时候再来看 他一定会要来稳定市场 所以这个制造业PMI我相信不会像上次一样这么恐怖 因为降息相关措施已经在推出了 所以不会像之前这个样子 好不好 所以大家我们就持续来看 那跟大家讲 目前台积电这个叫什么 再涨势 还没有改变 如果明后天继续跌 大家看日线的部分 今天直接压低到最低 明天会不会继续跌 有可能 但是往下跌再跌幅度也有限了 再跌幅度也有限了 我这边有帮大家画了个箭头 9月中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转折往上的 所以再跌也有限 所以再往下跌 跌下来之后可能会开始出现横盘震荡 然后就开始 再度的往上做一个翻转 所以大家持续来看 整个走势并没有那么糟糕 尤其最近已经往上突破 跟大家讲 8月20号这个位置 突破 对不对 现在是已经上个礼拜到1025 准备挑战1080 基本上快要到最高了 那上面1080这个地方 7月中这个地方 10几号 有大概 七八天的这个 交易日 在上面横盘做整理 那上面其实是有一些压力 所以 在这个地方 出现压回 非常的正常 非常的合理 好那我们就持续往下看 再看红海部分 叫什么 叫盘整式 往上突破的这个 幅度不够高 他有没有办法 突破到200 那你会发现其实红海今天往下跌 跌的这个幅度没有像台积电这么多 对不对我们看日线图 今天你可以发现跌1.83 台积电是压回来跌比较多对不对 那我跟大家讲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地方 也是一样往上挑战 其实 8月1号8月2号这个地方红海这边是有个缺口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些压力 压力区域 在报告上面8月1号转折 我跟大家讲205.5 对不对 转折还没挑战到 200块是有心理关卡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持续做一个缓步震荡 尤其今天台积电没涨 那他有一些压回都很正常 不过我跟大家讲第四季了对不对 明天开始进入到第四季了 灰达伺服器要开始出货了 没有这么烂 好不好伺服器开始出货 大家都在抢 那说什么 中国政府不买灰达这些东西 不买灰达人工智慧产品 不买晶片 我就跟大家讲很可笑 现在全世界都在抢 你中国买不买有没有什么关系 人家都不够买了 对不对 之前已经讲了 买都买不到了 我要买10台 买10台买不到 只能配给我5台 那数量根本就不够 你说中国你不要用 有影响吗 跟大家讲 一点影响都没有 好不好 所以这新闻蓬勃放这新闻出来非常的坏 我之前跟大家讲 有些媒体就会利用这个 他们的舆论话语权 来抢一些 制造一些走势的波动 所以 我们就来看嘛 到时候就往下看 走势 尤其这种消息面影响 不会影响太久 如果说今天真的很烂 营收很烂什么什么 那会影响比较长远 但是这个消息面 影响幅度比较短 再来跟大家讲下一档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给大家参加活动 今天侨山要继续往上涨了 好侨山我们往下看 侨山的周线上礼拜都没有看 给大家看一下 周K线叫什么 叫做上涨式 对不对 好那当时为什么往上涨 这边有画两条这个 分子色的线 这边是什么 有点往上做压缩 好那我们来看日线的部分 日线的部分当时的报告给大家9月24号 9月24号 好那为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一样画这两条线 开始下位往中间 中间偏上面去做一个压缩 然后开始 之后就往上突破了 那我跟大家讲 乔山这档股票 市场上没有任何分析师告诉你 乔山股票 这档股票很好对不对 我相信没有啦 我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那大家看一下 当时跟大家讲在哪里 120几块 今天到哪里 今天到最高160 这个波段好不好赚 大家看一下这波段好不好赚 我觉得还蛮好赚的 但是为什么市场上没有老实告诉你 这档股票很好呢 因为他们就是一直在讲些大家都在讲的东西嘛 对不对 都在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中概股 从上个礼拜开始告诉你中概股 尤其这种消息面题材能够持续多久 我是持保留态度啦 对不对 整个这个中国目前基本面都很糟糕 包括消费力道已经进入到通缩了 那你说几个这个政策出来全部大好转 包括大摩啊 包括一些什么高盛啊 讲说中国现在有什么产业我都要买 就很离谱 就两字离谱 那基本上他们就是一个炒作的心态 基本上可能也是做了一个波段之后再可能就要做 套利又出场了 所以就我们到时候看 那为什么中概股当时 老师没有大力的跟你讲这个东西不用 我们就看图 就好 图上什么样的概念我就告诉你 好不好那大家看一下这个乔三我当时告诉你 好不好那今天我告诉大家今天 开始礼拜一到礼拜五 我们会把这研究报告当时上个礼拜有来做这个 有来留言的朋友 从今天开始这个你有来来 传到给我们后台给我们的 我会把这个讯息 发送到那个专门给你 我们都做标签 所以你有来留你有截图的朋友 才会收到好不好 那已经截止了 没有参加的朋友就请你下次 下次清照好不好 那也是我们 频道也顺利达成7000人的 那谢谢大家支持 最后来跟大家讲一下这长龙的部分 长龙的部分上次跟大家讲 上个礼拜都告诉大家 上礼拜还转强 那边有告诉大家什么事情 不要追高 你看今天跌幅很重 今天长龙跌5点几 那我一直告诉大家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上 日线图上的左边 左边是不是有个区块 箭头在这边上个礼拜就画给大家了 我告诉大家为什么不要追高 就是因为上面有压力区 压力蛮重的 所以今天开始出现 出现这个反转往下 5月到6月份 其实上面压力区是蛮大的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万海的部分 今天跌幅差点跌停板 跌幅更重了 上个礼拜涨了109 今天是直接往下灌 礼拜五的涨幅已经没有了 礼拜四的涨幅也没有了 跌幅很重 跌幅很重 连续两天的涨幅都不见了 今天直接跌到哪里 最低到96.9 所以这整个这个 是什么样 是获利了结卖单卖出 还有在之前更早 2021年左右 那边其实套了很多人 那边其实压力也很重 所以现在涨上来 出现一个什么 获利了结卖压 非常正常 那大家看一下 其实从这个 消息面开始炒这样股票的时候 讲说也是中国吗 中国概念股啊什么的 开始讲大概从哪里开始涨 大概从70几块 接近80块 涨到109 赚了多少钱 赚了20几块 快要30块了 各位朋友 如果你是这个投信跟法人 所以这个波段好不好赚 非常好赚嘛 所以他们已经赚完了 已经赚完了 好不好所以今天的卖单非常多 直接卖压非常重 那就是我就一直跟大家讲 不要去追高的原因 所以 操作上有很多的细节 有时候这个游戏最近的波动 比较大 震荡走幅 是比较快的 所以你要以短线操作为主 好不好 所以大家还是操作上要比较小心 好那最后还是跟大家讲明天晚上 今天晚上有这个联准会主席 鲍尔 明天的凌晨一点钟要来讲话 好那 ISM制造业PMI是明天晚上10点 那这个礼拜三有小菲农 礼拜四呢有这个失业金 行李人数 还有这个 服务业PMI 礼拜五有菲农 这个礼拜数据非常的多 会不会放台风价我们倒是再来讲 不过这个礼拜数据大家要先提前知道 会影响这个走势 比较普通比较震荡比较剧烈一点 所以操作上还是要保守一点 那还是 挑选股票的话要比较慎选 那也欢迎大家看我们 挑选的股票 好不好 老师也不是讲说 股票挑了一定会什么 一定会大涨 不是 但是操作上有时候会有一些这个状况出现 就是要自己要比较注意 好不好 那最后看一下加权的部分 今天往下跳空之后往下压 那2万2会不会守住 2万2是 势必要来守住的 就我们到时候再持续来做一个追踪 但是2万2守住的话 机率是比较高一点 守住之后呢会不会开始出现再度的往上翻转 或是他就在2万2 左右这边上下震荡 都有可能 但是要往下跌基本上下面一样 资深非常的强 要往下大跌 机率是比较难的 比较难的 所以我们就持续来做一个追踪 好不好 那今天节目到这边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面做留言 我们就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